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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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管理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除了硬件配套 亦都需要靠一班同事 一起努力提供優越服務 在商場工作的Terence 令客人覺得開心 有賓志於歸的感覺 這個就是他的使命 大家好 我是Terence 在啟盛這間公司 其實已經有七年時間 由一個兼職的客戶服務主任 到現在做你推廣主任 留在公司的原因 都是因為有一份使命感 以及客人都會給予我們滿足感 除了我日常的推廣工作 其實我亦都要作為一個訓練 去訓練我前線的一些CS同事 相同之處 我覺得就是一份使命感 無論對公司、對客人都好 而不同的地方就是直接 和間接的分別 因為作為一個顧客服務員 很直接把你的服務理念 給予我們的客人 但是反過來 你作為一個訓練 的時候 要將你的服務理念 可以灌輸給你的新熊士 是一個伸火相傳的關係 我會覺得 整個過程 就不會單單好像你問我答 就好像我們平時 和朋友一樣 互相了解 互相交談 另一位在啟盛工作的Jane 甜美的笑容 就是她的特點 笑得那麼燦爛 當然是因為她喜歡她的工作 大家好 我叫Jane 我們啟盛已經加入了一年多的時間 我為何會喜歡服務業 因為服務業可以帶給我一個成就感 因為每天我們面對不同類型的客人 他們都會有不同類型的問題 我們可以幫他們解決不同類型的問題 都可以挑戰自己 有靈活變通 可以幫助他們解決的困難 我們都很開心 最近我代表公司去參加了HKRMA 這個零售界的奧斯卡獎項 都贏得了金獎 我都很開心可以代表公司參加這個比賽 因為公司都給了很多內部的培訓 我們可以有這個機會 去到和其他同業去分享 去交流 都可以令我自我增值 都可以大大提高了我的能力 我都很開心 很榮幸可以代表公司參加這個比賽 我的座右銘就好像公司的理念一樣 用心服務做到最好 用心了解每一位顧客 可以提供最優質的服務給他們 在會所工作的Ella 和住客的關係就好像朋友一樣 她會發心思去佈置場地 舉辦活動 見到住客開心 她就開心 大家好我是Ella 我加入了啟性最大的得著 是因為在會所裡 你會面對不同的挑戰 會所這個工種其實是很多元化的 無論是興趣班 搞活動 到大時大節 你都要幫忙不同的場地佈置 會所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因為你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包含了進來 幫客人看到我做的事 可能會所的decoration 很驚喜 覺得很厲害 這個場地佈置 令我在工作上很有滿足感 很有成功感 由前線禮賓師做起的Ivan 一直都將心比心 從客人的角度出發 提供的服務自然更加貼心 Hello 我是Ivan 其實我讀書的時候 都是讀物業管理這一科 一畢業就很幸運 可以加入啟性 啟性大概做了四年多左右 在這四年裡也有三次的晉升機會 我很記得當時 一進來的時候 職位是禮賓師 現在是一個物業主任 亦都很感謝公司 給我們很多機會 同事發揮和發展 我覺得最重要是 多在客人的角度上想 想想為何他們有這個要求 想想為何他們有這個想法 就可以提供更加貼心的服務 給客人 我由前線禮賓師做起 可以更加容易掌握到 公司發展服務的理念 亦都同時可以了解到 客人對我們的要求 對我們的需求 為我之後的事業 達到很多很好的基礎 你都可以